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家里种植的时候 冬天蒜火锅的佐料 然后也就不需要出去买了 香菜的种子需要先处理一下 这种直接种的话发芽会比较慢 我们可以先把种子泡一泡 然后在冰箱里冷藏几个小时 再播种一下这样会出苗比较快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种蒜苗 蒜苗家里吃不到的大蒜 像我们这种蒜苗种在盆里面 以后浇透水在喷吐干涂 然后再浇水一个多星期 就可以长出这种小苗来 然后不到一个月左右 就可以长长翅板的高 然后可以捡蒜苗来吃 然后捡完的话能再生长 第四就是菠菜 菠菜是富含维生素C和铁维素 秋天种菠菜是好季节 菠菜的种子先要用水浸泡一下 然后菠种的时候 撒种子以后 在视网上面撒一层薄薄的土就可以了 今天 关于秋天羊排能种的几种蔬菜介绍 都别结束了 你要其他更好的意见吗 可以在这中介绍留言哦 大家喜欢点击关注每日更新 拜拜